大家好 今天聊一下泰三与保罗的八回合之战 感谢大家收看 11月16日 58岁的泰三与27岁的网红保罗大战落幕了 这场就是说年龄相差 达到了31岁的对决 最终保罗以点数获胜结束比赛 反正比赛开局 泰三步步紧闭 主动发动监控 能够看出保罗非常忌惮泰三的这种摆拳 第一回合泰三 他这个不法灵活 而且躲闪是非常迅速的 一时间根本看不出泰三已经是一位58岁的年龄的人物了 第二回合呢 保罗开始就是加减进攻 虽然泰三这个重拳依旧是非常有威力 但还明显保罗的他这个速度还反应非常的快 第三回合保罗呢 依旧就是保持着高速的移动 并且呢 开始与泰三呢 践行对攻啊 并且就是多次命中 反正就是说 不急于扩大自己的这种成果吧 反正认为就是说 豪杰泰三体力对自己更有优势啊 进入第四回合呢 泰三呢 这个脚步啊 明显的就是变慢了 甚至一度的站在这个拳台中央呢 等待于保罗啊 就是说 兵容相见啊 反正保罗围绕着泰三呢 不断的然后进退啊 这种形式下呢 对于泰三呢 越来越就是不利吧 第五回合呢 保罗开始寻找与泰三的这种进攻机会啊 反正这个时候这个泰三呢 开始就是说 绕着擂台移动吧啊 反正前面几回合都很少出手了 可能在保存自己的体力啊 也可能就是说 寻找重拳的这么个机会啊 反正第六回合啊 保罗也放慢了这种攻势 偏凡用这个刺拳干扰 但效果不是很大 泰三呢 也没有做出更多的动作 第七回合 保罗大大加强了出拳的出拳的这种频率啊 泰三呢 防守也做得非常到位啊 虽然偶尔反击 但明显这个保罗呢 也是非常忌惮泰三的这个重拳啊 第八回合啊 就是说 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回合吧 泰三呢 是用了更多的这种摇闪啊 这个保罗呢 这个组合拳也更加的密集了这个时候啊 虽然这个泰三这个 就是说 有点就是 体力下降吧啊 但始终呢 就是没有受到重创 反正在比赛最后十秒钟啊 保罗放弃了剑弓 像这个泰三呢 鞠躬啊 行礼啊 反正泰三呢 也对对方回礼 双方就是在互相尊重下呢 结束了整场比赛吧啊 嗯 就是说 这个网红啊 网红保罗呢 就是说 毫无疑问 已经具备了这种职业选手的一个水平啊 面对泰三呢 就是说 嗯 有这个水平吧啊 虽然泰三呢 是当之无愧的这个传奇 无数 很多喜欢老拳迷的 还有呃 拳手啊 非常支持泰三 但是 两个人年龄差距 反正已经在寒大程度上啊 嗯 决定了这场比赛的一个结果了啊 唉 反正 现在泰三已经是五十八岁了吧啊 虽然 这个企业呢 呃 就是与当年相比 非常不如啊 但是他这个风格呢 依旧是配得上这个传奇的称号啊 能够在 这种比赛当中吧 对所有格斗迷来说也是 非常珍贵的一个回忆吧 感谢大家收看啊 拜拜